大家好,我是飞鸟。今天给各位介绍的是关于卢卡尔收藏铜像的一些设定。 首先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卢卡尔这个人物。 卢卡尔是拳皇系列中登场次数最多的经典魔王角色。 最开始,卢卡尔是举办拳皇9495大赛的幕后黑手,并且两次被金融所率领的日本队打败。 在95的尾声,卢卡尔被大蛇之力反噬,身体化为尘埃消失。 虽然在剧情上,卢卡尔已经领了便当,但是在无剧情的9802中,卢卡尔依然担任魔王的角色,在关底收割玩家的游戏壁。 可以说,在很多玩家的心中,卢卡尔是最能够代表拳皇系列的魔王。 至少在我的心中,卢卡尔给我留下的印象,远远比大蛇和伊格尼斯更加的深刻。 那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话题,就是关于卢卡尔的铜像。 卢卡尔在拳皇949中,最大的兴趣就是收集铜像。 准确的说,是将与自己战斗失败本的格斗家制成铜像,并加以收藏。 卢卡尔举办拳皇949大会的目的,也只是单纯的为自己增加几个新的头像收藏。 在这些铜像中,各位还能看到几个熟悉的身影,怎么看怎么都像是街头霸王中的豪鬼,古猎,桑基尔夫。 也就是街霸的这些高手都被卢卡尔打败,并且制成了标本。 如此恶搞的设计原因,当然也和当时SNK与卡普空这两家厂商的恩怨是有关联的。 不过,在全皇949的开发企划在接受杂志访谈时,当被问到卢卡尔战前背景的铜像中,有几个好像是某格斗游戏的角色时,开发者都笑着否定,表示只是和那些角色长得很像而已。 好家伙,如此敷衍扯淡的解释,估计连狗都不能信。 在后来卡普空发售的CVS系列中,当卢卡尔遇到古猎时,会触发特殊的开场。 古猎先是一个音速波,直接将自己的铜像切成两半,之后卢卡尔会补上一记裂缝拳,将铜像的下半身烘碎。 也算是卡普雅回复了这个事,有点一笑免恩仇的那个味儿。 不过收集铜像只不过是卢卡尔众多兴趣之一。 在95的人物档案中也明确表示,铜像收藏已经腻了,不收了,兴趣变更为征服世界。 将战胜对手做成铜像,并且毫不在意,这也能看出卢卡尔的残忍。 东张就曾经评价卢卡尔是恶魔,卢卡尔却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。 回答这是最棒的赞美。 根据1995年新生社出版的《全皇九四之谜》第一章的解释, 卢卡尔之所以采用三人一组的参赛制度,是因为这样能够大幅度的让卢卡尔增加铜像收藏的数量。 而第72章则解释了为什么卢卡尔要将格斗家制成铜像。 不同于其他的幕后黑手,卢卡尔的个性就是单纯的极恶, 将人类制成铜像对于卢卡尔来说只是一个有品味的兴趣而已。 经过确认,卢卡尔的铜像收藏大约多达100具, 这些铜像平时就在他的私人航空母舰上做展示, 并且卢卡尔只会将有收藏价值的格斗家制成铜像。 所以卢卡尔实际战胜过的对手是远远超过100人的。 目前卢卡尔最喜欢的铜像是一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杀手铜像, 因为此人是在卢卡尔对战的对手中实力最强的人, 所以得到了卢卡尔的赏识。 在平时的时候,卢卡尔是穿着西服与格斗家战斗的, 但是在认真之后,卢卡尔便会丢掉自己的西服, 展现出自己真正的实力。 在拳光九四之前,包括京的父亲草剔财州在内, 能够让卢卡尔脱掉上衣奋力一搏的对手, 一共也仅仅只有6人而已。 也就是说,其他的对战者都没有见到卢卡尔真正的实力, 就被他干掉了。 此外,在02UM中,卢卡尔的胜利财死中, 还隐藏着一些同向的信息。 比如卢卡尔在击败大蛇队时, 他的财词是, 要加入我的收藏系列, 当然要凑足四个人了。 看来卢卡尔似乎已经忘记了, 是谁夺走了他的眼睛, 口气相当的狂妄啊。 在击败克隆京军团时, 他的财词为, 哼,量产的杂鱼, 是没有资格成为我的收藏系列的。 这大体就是关于卢卡尔同乡的秘密了, 如果你有什么新的发现, 也欢迎在评论期进行补充。